在三十多年前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心里面只有一个梦想 就是快点挫够钱买一部新车 当时锁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个就是大发的Cherry GTTI 第二个就是Suzuki的Swift GTTI 辣椒仔 我想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 还记得当年坊间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辣椒仔在登位起步 头三个波没有敌手 当然这个传闻是有点夸张的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两个车都拥有一百匹马力 其实当年一百匹的头鹿车仔 已经很了不起很快 而且一百匹这个数字 是一个很有代表性 很象征化的数字 记不记得当年日本电视片集 小路宝里面的主角小路宝 他也是拥有一百匹马力的 后来因为我太孤寒 所以没有买到这些车 直到几年之后 我生命有另外一个冲击出现 又激发起我存钱买新车的用户 今次这个冲击是来自本田的 没错 本田推出了一架一百匹的车 我不是说总输出一百匹 我不是说每公升输出一百匹 没错 这架就是搭载了B16A引擎的1989年 本田型格 当然我都没有买到这架型格 不过这架车的出现 不是 应该严格来说是这架车的出现 真的大大推进了其他厂商 在研发高输出引擎的进程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在B16A面世之后 其他厂商 纷纷推出一些 每公升可以输出一百匹的引擎 今天很开心 在二十多年之后 我可以借OpenCar的名誉 重新去测试和欣赏这些 90年代NA头鹿王 第一部介绍的就是30的MR MyVac 这个车最大的卖点 当然就是这架4G92 这架是行货 当年也有160匹 不过除此之外 它的内拢也很吸引 哇 这个白标板 还有这个碎花拢 当年算是挺漂亮的 还有就是这个电子行温冷气 我想那个年代同级车 在哪里找 最后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波箱 这架车当然就是五前速 不过这个车 在同级车里唯一可以选配 四前速加减自动波 有点保时折消 其实我当年也挺喜欢这个车 差不多三十年前 那次的感觉很深刻 因为特意去代理约是新车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 这部车原装的低扭 即是还没着快Camp 它的低扭真的不错 不像一部1600 我觉得它甚至是1800 2000 你告诉我都会顺 甚至觉得它 着了快Camp 高转都很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那时候 还没开过B16A大剧 所以觉得这个车 其实高转都是有力的 都是肯上的 坦白说 那时候还没开过 有八千多转红线的车 所以觉得这个车当时已经很厉害 这个车就没什么大改装的 都挺原装的 如果你说在懸挂 在胎轮被震 等等 不过这个车 刚刚才知道 一个不好的消息 就是车主说 原来那个风油太泵 死死地 所以这个车 就有点不太精神 而且它伏计 也有点好像不太够本 所以今天就只可以和大家 讲一下这个车 感觉如何 操控方面 或者行车方面 其实就依然觉得 的车 头段是有力的 真的有力的 不像一辆年纪那么大的车 虽然大家听到 有点好像不太够本的声音 但都觉得 的车是上算精神的 始终这些 千六头轮车 当年的车重轻 吨一左右 所以操控方面 都算是很轻松 这个车和其他 今天试的车 有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出口版 就是我们香港这部MR 和JDM版 的分别都颇为大 因为JDM版的MR 或者是 单门那个叫Mirage Cyborg 马力的分别 有十多匹 JDM是175匹 这部是160匹 所以我怀疑 日版的快速度 会有多大 尤其是高转 不过今天驾驶 这部车 你觉得和其他 几部车比较去呢 这部车 好像是新了几年 那样的 箱子 电子行温冷气 所有东西 你都觉得 好像是 行先了一点 不过 如果我要拥有 一部 三零的MIFAC 引擎的车 我应该会选 我刚才说过 就是1600的Mirage Cyborg 因为这部车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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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车是其中一部车 我有一些遗憾 在过往这么多年 都没有拥有过车 就是丰田的AE 111 BZR 我们来看看 这部车 开取大马力的方法 跟今次其他几部车很不同 它并没有可变特轮族的行程 但取而代之的装置 可以说完全是弥补了这个缺失 比如说 有VTI 可变特轮族的角度 每个气缸有五个活反 还有四个独立的进气蝴蝶掩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台湾的叫法 四喉直噴 因为听起来比较厉害 所以这部车的机械规格 其实真的很吸引 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其他车是望尘莫及的 就是它的六速波箱 当年总有一个六速 真是身份的象征 比拿着水壶大哥大 这个BZR真是保持得漂亮 内装真的八九成身 好企丽好漂亮 我认为нут mint 因为我觉得这个速度好处 這輛車很不習慣 為何不轉鏡 不是的 還有的 越來越有 真的感覺很不同 某程度上這個感覺 這個性格是比較好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說 別說改裝了的車 原裝車 譬如說E6、EK4 中間在快鏡和賣鏡中間的銜接 的確是有少許外製的 就算是MIFEC 也一定會有 中間四、五千多轉 未開鐵時的外製 這輛車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感覺上其實是比較高級的 有高轉 真的有高轉 廢話 有高轉 高轉這輛車真的可以 不需要轉快鏡 5WR 4 後直噴 可以 你說我虛榮也好 駕駛著六速波箱 感覺上波瓦摺得密些 車的力量摺得好些 非常鮮盛 非常鮮盛 這輛車很不習慣 因為我未擁有過三條一 我未擁有附近 所有我擁有過的 以前的本田 或者駕駛過剛才的MR 都要等它轉鏡 轉鏡有轉鏡的開心 但是線性 又有線性的好處 很棒 4 後直噴的威力真的不少 一口力可以由 發力點是2000-3000 都有點力 可以一直喊到接近紅線 都有力的 坦白說 充斥感是沒有大踢那麼激 但性在是夠平均 如果當年要找一輛 有四喉直噴的車 有這個規格的車 日本車真的沒有了 比較近磅的價錢 不太離地 其實也挺離地的 就是四缸的寶馬M3 以前經常看日本的Best Motoring 都會跟一些日本的試車員 叫這輛車為Lavin 或者Truno 後來發覺這個叫法 又不是完全正確 正確的發音應該就是 Levin 或者Dreno 即是行雷閃電 所以這輛車可以看到 這些碎花籠 都有一些閃電 很漂亮 很骨子 好了 試完兩輛車 你可能會問我 哪輛比較快 如果這輛跟剛才的MR 即是出口版 160匹比較的話 整體來說 應該是3條1 比較快 好了 到我問你了 在這個級別 1.6NA頭輪王 你覺得哪輛是最快的 我想 都膚脂欲出的 大部份的朋友 都會說大踢快 我已經聽到了 那些大踢涌躺在說 喂 我頭段是差你一點點 不過三波之後 穿了踢 尾燈你也看不到 但是MR的涌躺 就有另一個說法 他們會說 喂 我低樓這麼正 我和你起燈 一波二波之後 第三波你追到我 我不和你走 最後 當然有3條1的涌躺 他們會說 喂 我要六速波箱 我的齒輪比 物理這麼多 再加上 我有VVTI 不用等著踢 還有 我有4個獨立胡蝶炎 尾段 應該不會輸述 比大踢很多 整體來說 這輛應該贏的 我想大家都聽過 或者自己都說過 以上這些對白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每一段這些說話 都有自己的自慰 因為很多這些車 都可能改裝過 或者那個車手 技術很高超 不過其實 要比較這幾個車 用一個很客觀的態度 是一件很難的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幾款車 有很多不同的型號 和模特兒 很難比較的 舉個例子 EG9當年 行貨來香港的時候 即那個大VTI 我記得是160匹 和尾額是426匹 但是JDM的EG9 是170匹 尾額是440匹 怎麼比呢 還有 譬如說三菱 Mirage Cyborg 175匹是JDM 香港版是160匹 差15匹 亦是沒得比的 今天為了擺平所有的爭拗 不如這樣說 如果這三個車 三條一 這個MIFAC 再加上大鐵 三個車都是最輕的使養 即是單門 亦都是最快的機器 即是JDM機器 究竟哪一架在04匹 快一點 真的大鐵快一點 不過快的幅度 真的很小 它快的30 0.2秒都不夠 還有一如我所料 30的低扭真的厲害 真的起為彈出去 好了 直路加速 有結果 走圈速 又哪個快一點 你看看 Best Slap 其實三條一的Best Slap 是和大鐵EK4很接近的 即是說 我給大家看 結論是 如果這三輛車的規格 是一樣的話 其實大家的性能 是接近到不得了的 好了 試完這個30 又試完這個豐田 然後是否應該試 本田的EK4 但是既然性能 這麼接近 是否應該找一架 強一點的 出來比試一下 好了 如果你說 我什麼都不用想了 我什麼都不想改 我想買的車法 是原裝已經比這些車快 這個選擇 是極之簡單 沒錯 買一部EK9T Barro 就可以滿足所有願望 這個車無論是直路加速 或者是圈速 都凌駕了剛才所有的車 根據Best Motoring的測試 它0.4可以在15秒3便完成 比起剛才其他車 快了是接近半秒時間 半秒 你知道在0.4來說 已經是很多車位 而在操控方面 也不用我多說 在足球做的時間 是1分9秒幾 亦都是跟剛才的車比 是另一個Class 所以這部車 在車迷 包括我在內 的心目中 地位是 真的 怎樣形容呢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有一次我駕駛一部EK9 去油站入油 那位家友哥哥呢 一見到我的車 他說 Zim Car 嘩 他心目中的Dream Car 竟然不是幾百萬的歐洲超跑 而是一部比較平民化的EK9T Barro 可想而知 Tai Bao 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去到哪裏 這部車的軌道 偏向是B16B 很多朋友都知道 是B16A的大腦 不過它是建基於 其實是多於一部B18C 是多於一部B16A 是近似B18C 因為中缸是一樣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這部車無論是風靜馬力 風靜扭力 轉數都要比B16A高 所以一部 吞到這麼厲害 又快鏡的計 應該沒有什麼低扭 我可以告訴你 你這樣想 就完全錯了 這部車的低扭 中段 尾段 段段 都是比B16A要好的 而且好的幅度 不小 所以 本田調校這部計 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 100分 而另外一個 我喜歡這部車的原因 就是 這部計 應該說 這個系列的計 即B系列的計 是全世界 改裝件出得最多給它的計 不是之一 是最多那副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 這個系列的計 B16B 沒有去到美國 沒有輸出美國 除了水貨之外 但是 B16A B17A B18C 全部都有輸出到美國 Kengo 本田哪有出過這副B17A 哦 這副B17A 就是本田 專門出給北美洲市場 第二代的型格GSR用的 這副B17A 最近的近親 應該就是 B16A大鐵引擎 兩副引擎 基本上 機械結構 是很相似的 只不過 B17A 曲軸行程 多了4mm 所以 就變成1700cc 美國人也很喜歡玩大鐵 所以 就出了很多 改裝件 甚至是原裝件 給這個系列的計 最棒的地方 就是 你可以 就算在今時今日 你可以在淘寶 或者在一些內地的購物網站 以超低 超相宜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這個系列引擎的改裝件 而且一種類還包羅萬有 價錢便宜到多少 很多時候是三分一 或者四分一 究竟有什麼改裝件 不斷易數給大家聽 全部都是引擎部分 讓我想一下 蛙腦蓋 大蝴蝶染 生氣批 生氣批隔熱砧口 火咀線 電油架 激油架 進氣系統 電油支嘴 可調回遊蛙腦 電油泵 VTEC Solenoid 冷卻水喉 水箱連風扇 解油泵 分火老鼠 輕量化皮帶輪 電油槽 可調攪輪 攪帶 斷造連桿 點火開路等等 以上 我所說的 全部都是引擎 而且還是冰山一角 這輛車 買回來 燃索 是會貴一點的 但是 你養它 或者改裝它 是可以 很相宜的 景點便宜 即是說這輛車 可以過得很快 當然 其實這輛車 過得很快 是看你的銀包 有多厚 有多厚 好 最快一輛千六都試了 可以下班 Kengor 好像還有一輛未試 嘩 這輛車 不要說未開過 我這麼久見過的次數 一隻手掃了 哇 日產的VZR 還要是N1 先開一下 真的第一次開這輛VZR N1 很難得 我這輛車是極之罕有 我翻查過的資料 原來日產 做十部Pouser的GTI R 才有一部VZR N1 即是說 比GTI R十倍 難怪我 真的 差不多未見過這輛車 這輛車最棒的地方 當然就是 這輛引擎 同樣都是16cc 但馬力N1版是200匹 18.5 Nm 的扭力 很誇張 如果以千六來說 真的有點離譜 日產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他車廠沒有的 譬如說它尾是用一字淡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日產是其中一間 TUNE 尾一字淡 車廠 TUNE 尾一字淡 車廠 大家還記得 之前很多年前 BTCC Primera 都有行一字淡 挺好玩 這輛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只是看資料 它開鐵 不是鐵 它的快鏡 分為兩個轉數 生氣鏡是6300 死氣鏡是6600 不知道能否開出 試試 我們先看看 6600很明顯 死氣鏡很明顯 生氣鏡那一刻 稍為有少許不太確 這副車的力量真的 擺得很高 這副NEO 真的擺到6000多轉 相對於V16B EK9 5000多轉了一輛 力量都很豐滿 這輛車真的擺得很厚 厲害 低樓都不錯 現在走80多公里 2500轉 反應都算是很平順 不會騎馬仔 不過真的要保持高轉 這輛車 因為穿了兩個踢 要6600轉 這輛車在彎路的表現 都很賽車化 尤其是因為這輛車主 它換了一個 Clutch Type 即是片仔式的LSD 在彎路 扯你溫心的力度很強 所以很賽車化 這輛車在未穿快鏡時 引擎運轉的平順性都很高 而且油韌度也挺好 譬如跟其他日本車比較 跟1600級數比較 它會比B16A要好 應該未去到B16B那麼豐滿 這輛車是用力度 而且這輛車是我駕駛過 這麼多的1600級的NA頭輪網 最需要保持轉數的一輛 因為大踢 譬如3.0公里 都是6000轉以下 已經轉了快鏡 這輛車是6600才轉了快鏡 真的要駕駛到盡 所以最後那1000-2000轉才是汽浴 所以駕駛駛駛了這麼久 感覺上它未必有廠方聲稱 做到200匹18.5的扭力 但輸出都不差 我覺得跟一輛DK9 但是它的馬力和扭力都少 至于波箱方面 换挡都很畅顺 很轻轻 但是它的齿轮比似乎没有 譬如说Honda 保持得那么靠近 所以会是没有那么紧缩的力度接得 驾驶这部车要驾驶得快 真的好像要驾驶到你偷的车回来 一上车一波已经一定要过六千转 然后一直保持在六千车以上 它真的蛮快的 不过看回自己最喜欢的日本试车节目 Best Motoring 他们有一期测试这个N1和EK9 发现我最喜欢的试车员 钟谷明彦先生 钟谷先生那条片里说了三次 这个N1真的追不到EK9 你自己看看 全然变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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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性能分别都差很远 除了我有看这条片之外 很明显日产都有看到这条片 所以他们在推出Version 2的时候 仍然是200匹 18.5流零 但是做出来的成绩和Version 1 即是和这一部 真是脱胎活骨 那个分别大到是有少少离谱的 甚至离谱到有少少夸张 甚至是可能你觉得会不会造假 那这件事你自己看 你自己备团一下 今天真的一次过满足了 仪时很多的愿望 可以试试了 几部90年代的NA头鹿王 不过我觉得 如果比这些车 现在的年轻一点的车迷 他们未必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这十几年 被一些直噴的Version 1车更坏了 扭力两三千转就迷了 给他们这些车 6千转才迷风直扭力 还要有八千多转 会不会爆气的 这件事就好像吃苦瓜 要去到我这个年纪 才懂得慢慢品尝 太年轻会觉得它苦 老实说 一部1600ccNA的引擎 要输出这么大的马力 其实继续到它八千多转 都是很理所当然的事 正所谓 踩开高转特连转 心跳快过160 我们下次讲车经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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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